这盘棋将来也是金箔碑公开赛 这是王天一对待孟城日战 黑方刚刚上马之后 红方他也上马 这个时候其实走破三平五 抢中足比较有力 对方他其实也不敢踩中兵 因为他这边有个炮四平五 把他牵住 你要踩掉 他大泥浆子给你吃掉 那你双子不在 即便你放中炮给他吃 他有两个马看住这个炮 你还是要狮子的 所以呢这个旗啊 破三平五是可以的 马三金四的话 导致的这个旗啊 激烈化 到这儿啊 进行搅换 那现在这个旗啊 正常的话是踩 踩 踩完之后呢 那这边可能要少兵啊 他走那个平炮 不愿意搅换 那黑方上 这边呢 抓这方炮 红方呢再躲 显得失落 黑方他退回 接下来红方捕失 黑方炮打出去 现在呢 他这个旗啊 就骗这方 你不能够串我 否则我跳马一将呀 这个虫炮一将 可能要抽策 白痴 所以对方这旗也很难下 他指使啊 就是终局 应该说是这个马上的最首了 那接下来这旗啊 黑方就退回 他要抓象 红方呢顺其自然 捕了个象 其实应该落边线更好 他这样一个旗就是为以后的一个 残局 准备啊 然后你炮一走 他打你足 你不走的话 至少找机会可以落回去 实际上他是飞了个象 结果会怎么样呢 就上马踩炮 啊 你就炮一甩开之后呢 那将来他有一个平炮 啊 你这个炮回不行 先不说你象没法落回去 这个象在高处呀 就容易被他足过去利用 所以呢 这个期啊 到这儿 往天一看啊 这里少两个兵 黑方多足之时啊 大势已取决认输了 最终是孟臣获胜 就算是孟臣子